第103集 唉 听着于龙泰一番声泪俱下的感慨 严夫子也深深地为之感动 他叹息了一声 语气万般沉重地说着 自威信失败之后 朝廷虽然还有 但是中国已经亡了 各地赔款 任人宰割 只要能维持一家江山宝座 他们早把耻辱二字 跑到九霄云外 中国 已是到了 非至于死地 而不能再生的地步了 朝廷不为百姓称要 洋人又怎能将你的百姓当人看 平静一下心情 于龙泰又继续说着 当年 于是否就任三井洋行中国掌柜一职之事 我曾向严夫子请教过 记得当时严夫子就曾开导我说 兴国之路在于引进西学 经商事小 经济往来必导致文化交流 而文化交流又必推动民制开启 我想 半洋物兴贸易 也不算是被谷讯 且我于龙泰为人秉证 我是不会卖国求荣 去发那种国难财的 严夫子当然知道 这几年 我虽为三井洋行买办 但是收购土地 我为中国商人立正公平交易 而清销日本工业五金 我也不容日方 暴敛名财 该我的所得 我以文不让 不该我的索取 我以文不收 身为一员买办 我没有任何与洋人勾搭之事 光明磊落 我对得起三皇五帝 炎黄子孙 百年之后 我把这骨头埋在故土山河 我不担心 会有人掘我的坟头 炎过了 炎过了 炎夫子见于龙泰过于激动 便尽力劝解他 不必想太多 生逢乱世 你我都是私难于共 只是龙泰无凶 你看 今日天下 毕竟是星学之星 守旧势力 更是日渐衰弱 国人中 更有铁血青年 探求违心 也许 这隔旧违心 你我 还是历史的见证人呢 御龙泰 不过 是一介 凡夫而已 一无治国 安邦之才 而无济世 救民之志 我不要做什么 历史的见证 我只求 安分守己的 过平安日月 往小处说 一家人 和和美美 往大处说 愿天下人 无一师之忧 如此而已 这几年 金板洋武 与东洋人 西洋人 打交道 我既看到了 强国的威风 我也见到了 王国的凄惨 那英国租界的 印度寻补 日本租界的 高丽浪人 那是就连 见了主家的狗 都要低三下肆 不敢冒犯的 除此之外 我还听说 英美诸国 有黑人奴隶者 任由主家买卖 动关全打脚踢 每日只在天间耕作 少有违抗 便要挨皮 便臭他 死与牛马 有何区别 严父子啊 你有学问 当初皇上 都向你讨教 唯心大虑 依你之见 咱中国人 会不会最终 沦为奴隶 而任由 列强宰割呢 请不吝点赞 讀赞 订阅